又精干精力 若兴取向 再为做我人众生说这 你做下了 只要你做一个 四个通通都有 它都有连带关系的 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就晓得我们现前修的不如法 所以张难这么多 张难能不能化解呢 很难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听了佛法 我们这个观念转不过来 能不出现吗 能不出现吗 放不下了 怎么办 佛的办法 就是教你 常识寻修 你只要不舍弃 这个方法 读经 念佛 听教 一年转不过来 十年 十年转不过来 二十年 二十年转不过来 三十年 肯定会转过来 为什么 时间久了 你真的明白了 时间不到 你那个明白是假的 靠不住的 为什么 境界限前 马上就乱了 毛病 习气 全跑出来了 总而言之 一句话 熏悉的力量 太薄弱了 问题在这里 古达德教我们 夜门深入 常识寻修 你才知道的 非常有道理 我常常跟很多同修说 我没有常处 这么多年来 幸亏没有退转 很年年有一点小进步 云云在什么地方 没有离开进本 这是我自己 对质自己的习气 我用其他的功夫 不得力 持戒功夫 不得力 念佛功夫 不得力 吃咒的功夫 也不得力 用什么方法 能让我得力 最后我就想 只有奖金 奖金 你不能不认真准备 你不认真准备 到时候下不了台 这个 给心理上压力很大了 促学奖金 上台讲一个小时 要准备40个小时 一个星期可以讲两个小时 一个星期的时间充分准备 那时候写讲稿 讲稿要改好多遍 这样才能够 把自己真正控制住了 有效果 天天不离开金本 天天不离开教学 这个教学是 我要提出学习心得 跟大家分享 在美国有一段时期 每一天讲九个小时 我记得连续讲了八天 早年在台湾 每一个星期 大概有三十个小时 星期天没有休息 只有这个方法 能教你什么 不放逸 不懈怠 骗老师容易 偷偷懒行 骗听众不容易 听众坐下去几百人 你没有充分的准备 没有认真学习 这个报告做不好 所以真的叫一中靠中 大众成就了我 我感激 韩广长 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啊 睡着 睡着 我感觉不耀 我感觉不耐力 我感觉不耐力 都能交换 我感觉不耐力 不耐力 我感觉不耐力 你买 我感觉不耐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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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